我先把法庭署努力改善 北岸丁天共第十次冬冉書改善問題不斷 之前卡在國主法無法做切讓善部圓地 現在又團出黨署會意見分析 黨署小徽兵就傳了 就為黨署就開記者會 只恐黨署會有人故意做愛善部定署 想要演奧選舉的日子來影響選情 從來沒有一切的選務委員會去實質 為什麼這次會去實質 背後是不是有在操弄 太敏感 玩弄我們的信徒 那未來這個改選事宜就碰到瓶頸了 不能推動了怎麼辦 黨署長就說沒關係啊 我們再次另外招開一個黨監事聯席會 我就跟黨署長說 我說今天十九歲黨署十八在場 你都不補聘了 那可能你未來要招開的董監事聯席會 我說我現在可以幫你做一個金融給你放 十八開會先 把媽祖部的民主拿著頭髮 是第九個黨署上次吃了 所以在五月二七的黨署連消費 其實我就提出一個 啊 我是提早 我是提案說 提早改選 對於部份黨署上要演奧選舉的日子 消費病也提出夠連看法和質疑 是不是會跟所謂的期約會選的這個問題有關聯 很怕曹天公在選舉的這個過程裡面啊 如果真的是去做買票的動作很可能被檢調單位鎖定 跟所謂的十一月份的政治五合一選舉期約會選有關聯 沒有要選真受到影響消費病 所有黨署會應該要照合法的定屬下去走 不通做要選擇 未來也沒有拜登用司法的方式解散地告解 丹甘書 我們會訴諸於民事跟刑事訴訟 對黨署消費病的疾控 丹甘書當署領創刑事訴訟 也要提出認清 我當時我當時都認識了 對 這部份只要經經關過這樣就對了 對 對 對 那現在有選的會去關發音訟 告訴你 他才會提供 對 不一定是照樣的 我們會講話 對 北間丹甘書到28號 將要進入第10次黨黨署改選 現在創刑事分割分了不斷 到底要如何完成選擇 政府也等了 考驗北間丹甘的地匯和公民的追蹤 去這裡給我們參加報導